萧和追韩信 上集说到鸿门宴上相装有战欲杀刘邦 由于繁快的使务 刘邦得以脱身 他抄小路回了坝上 鸿门宴后 项羽率大军开进了咸阳 他杀掉了秦王紫英和秦国贵族八百多人 并下令放火焚烧了秦朝的鹅旁宫 大伙一直不停的烧了三个月 鹅旁宫变成了一片瓦砾 小秦 小秦 是毛吗 如果差一点就逃不出来了 项羽把美丽的鹅旁宫给毁掉了 不光是这个 项羽又在画地纷纷的 他把六国旧贵族和起义的将领一共封了十八个王 他自封为西楚霸王 那刘邦被封王了吗 封了 项羽最不喜欢刘邦 所以把他分封到了偏远的巴蜀和汉中 称他为汉王 啊 刘邦做了汉王 听说巴蜀风光美丽 去那里也很好啊 嗨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刘邦很不高兴 可又没有办法与项羽争 项羽还把关中地区封给了秦国的响讲张寒 好让他阻挡刘邦 不让刘邦再回到关中 哦 那刘邦呢 听说他已经带着人马去他的封地南镇了 哎 我们一起去南镇看看怎么样 好啊 啊 这里的山好高啊 峡谷也很深啊 路上为什么经常会有士兵向关外走 不知道 咱们问问 哎 大叔 哦 有什么事吗 啊 您是刘邦的士兵吗 是啊 那你是要去哪呢 哦 我是要回老家呀 我的家乡在太行以东 离这儿很远 我还有父母妻小 不能在蜀中久待了 现在军中已经有好多人都走了 再见了 我还要赶路呢 哎 士兵们一个劲地开小差 真让我头疼啊 报告汉王 丞相萧和骑快马逃走了 啊 萧和做过骑以来一直跟随着我 怎么他也离我而去 这就像我被人砍掉了左右手啊 哎 哦 天黑下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南郑 有人来了 哦 是个军官 他是谁啊 他大概也是回家乡的吧 喂 你们见过一个军官从这经过吗 哦 我们是见过一个年轻军官骑马过去了 不过已经有一会儿了 哦 那一定是韩信 您是谁 我叫萧和 是汉王的丞相 再见了 我得赶快去追韩信了 哦 一个丞相去追一个军官 哦 真够奇怪的 报告汉王 丞相回来了 啊 萧和 你怎么也逃了 哎 我怎么会逃呢 我是去追逃走的人呐 你追谁呢 追韩信 哎 逃走的将军有十来个 没听说你追过谁 单单去追韩信 为什么 汉王 您有所不知 韩信是怀音人 曾是项羽的手下 他好几回向项羽献祭 项羽都没有采用 使韩信感到失温的失望 所以才来投奔汉王林 我与他交谈过 这个人能耐不小 但来到这儿也没能受到重用 哼 韩信是个人才 并且举世无双 大王要是在汉中待一辈子 就用不到韩信 要准备打天下就非用他不可 大王到底想怎么样呢 我当然要打回关中去 大王要争天下就赶快重用韩信 要不然他早晚还得走 好吧 就让他做个将军 做将军还是留不住他 那就拜他为大将吧 大王真英明啊 小秦 快点来 南正到了 我来了 哇 好热闹啊 我们看看 你看 骑马过来的 不是我们见过的军官韩信吗 是啊 还有丞相萧和 他已经追回韩信了 他们这是去干什么呢 哦 今天汉王要拜韩信为大将 他们正去上朝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然后还要去上朝呢 然后又去上朝呢 我们下个几片 那我先去上朝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